109年這一題呢 好 你注意看一下題目在問什麼 他說A市府對於假公司 做成一個吊銷的這個處分 但是處分之前漏位給公司陳述意見 且處分書物質假公司的名稱 然後漏位記載理由 而且有認定事實錯誤 錯很多 然後而且他又把什麼 他又教室相對人提起數言期間 誤寄為60天 你看等於是 整周海寮寮 有沒有 也沒更正 好 題目問你 行政處分有瑕疵的時候 對於該處分的效力有何影響 那請以上述的這個瑕疵 作為詳細的說明 好 這題目就是 論述 應該說深論的題目 嚴格說起來也算是實例題 就是前面帶有深論 後面帶有實例 好 那前面帶有深論 行政處分的瑕疵會影響到他的效力 對不對 隨著他的瑕疵的大小 隨著瑕疵的大小 如果今天達到中大明顯的程度 他是不是就會變無效 對不對 那其他的呢 我們政客有提過有沒有 有可能是什麼 得補證 可能是得轉換 那有可能是單純的得撤銷 ok 好 所以第一個問題 你要把什麼 你要把題目上面有出現過的東西給點出來 題目上面有出現過的東西給點出來 ok 那有沒有111條無效的事由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你看 肉位陳述意見 你可以在上面寫什麼 肉位陳述意見叫做得補證 得補證 好 那再來呢 處分書物質假公司的名稱 寫錯了嘛 物質名稱 這個東西 算是比物呢 還是屬於什麼 重大明顯的瑕疵呢 這個是屬於哪一種 你這邊可以先畫一個三角形 嚴格上說起來他有可能會是無效 不過你要看他物質的情況是什麼 你要看他物質的情況是什麼 不過說真的你如果真的連這個公司名稱都錯 然後整個錯 就是從頭到尾都錯 不是單純的那種比物 什麼叫單純的比物 他可能是頭尾沒錯 中間理由的內容 有一些有幾個名稱出現比物 那種情況跟你從頭到尾都根本都寫成另外一個公司 這是兩種不一樣的情況 如果從頭到尾根本就寫成另外一個公司 那這個就屬於重大明顯之瑕疵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先暫時在這邊寫個111條 好不好 然後露位記載理由 這個東西也是什麼 可以補正的 可以補正的 然後認定事實的錯誤 認定事實的錯誤 這個東西能不能補正 那就要取決於它是程序的還是實體的瑕疵 程序的瑕疵還是實體的瑕疵 然後再來教師救濟寫錯 寫錯會怎樣嗎 會影響行政處分的效力嗎 不會 所以你現在大概知道它要問你的東西了 所以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你開第一個標就要先把你的架構架出來 基本上有幾個東西一定要有 就是得補正 這就無效 再來就是得撤銷 這三個東西一定要有寫出來對不對 好那得轉換呢 得轉換要不要寫你就看你的時間 好 所以 第一個大標 先回答它的第一個問題嘛 對不對 處分的瑕疵 或者寫處分之效力 依照瑕疵的不同 會有不同的結果 然後分數如下對不對 好 瑕疵最大的情況 先寫 因為它最簡單 對不對 瑕疵最大的情況 也就是達到重大明顯瑕疵 它對應出來是不是無效對不對 好 如果是重大明顯瑕疵 當然就是無效 再來第二個 後面還有所謂的什麼 在本題當中 本題當中你要區分 如果今天的這個瑕疵 它不是屬於重大明顯 那就往下看 是程序瑕疵 這個時候就是走補正 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是走補正 好那實體瑕疵呢 看能不能轉 對不對 或者是直接撤銷 好 所以你把這個最基本的大架構 墨寫出來之後 有沒有 這個是ABC嘛對不對 最基本的效力墨寫完了之後 那當然你要下一個小節 建議 建議你在這個地方下一個小節 因為這邊很明顯 只有上面是無效 其他通通都有效 對不對 題目是問你什麼 題目是問你效力有何影響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在這個地方寫一個小節 可能會有同學有問題說 老師什麼時候要寫小節 什麼時候不用 這個看個別的狀況而定 通常如果你今天是屬於深論 或者是你前面的大前提 內容非常多的 非常複雜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寫一個小節 好那如果沒有 像我們前幾題 那種大前提都很明確的 比方說法律保留 就443就是大前提 沒有什麼好小節的 有沒有 不需要整理 不需要這個整理的動作 如果需要整理像這種就需要 有沒有 因為你寫了三種情況 嚴格說起來四種 就是還有包含得撤銷 這種情況對不對 好那所以你要總結一下 題目問你的是效力 所以小節就是什麼 只有重大明顯 也就是111條的情況才會無效 其他呢 這邊很重要一定要寫出一個條文 110條 第三項 這個條文應該跟各位講過 政客的時候一再強調 帶你再看一次好不好 因為很多同學會來問我 老師 得撤銷是哪一條 我們行政程序法哪一條有寫得撤銷 有 嚴格說起來 他寫在110條 你看110條的第三項 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 未因其他事有而失效 其效率就繼續存在 有沒有 好 所以110條就是什麼 第三項就是所謂的得撤銷的規定 其實他就是得撤銷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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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把它寫出來 那當然補的部分 條文如果背了起來就把它寫上去 轉換就112了 好 所以重點是這個 其他的情況 依照110條第三項規定 我已經撤銷廢止之前 仍為有效 好 這樣你的第一小段才寫完 好 才能夠進入2 有沒有 本題中 就足以把剛才我們帶的東西帶進去 對不對 好 做成吊銷執照的處分 但是處分之前肉未給予存數意見 好 好 本題的這個情況 他分別是屬於哪一種瑕疵 好 那當然你這邊就分點分向自己標 所以這個可能是第一個 就是剛剛講那個陳述意見 好陳述意見的部分 你可以在旁邊加個括號102條 因為本題 是什麼 限制剝奪他人 做成這個吊銷執照 所以是限制剝奪他人權利 你已經拿到一個執照 現在要把你給 吊銷掉 所以限制剝奪人民權利的行政處分 在處分做成錢 可以成熟意見 OK 所以你沒給的話 這個叫什麼 程序瑕疵 這個叫程序瑕疵 可以事後補證 可以事後補證 所以這個屬於什麼 可以補證的那一種 第二個呢 第二個是什麼 物質名稱 物質某假的這個公式名稱 OK 那這個地方 你說它是哪一種 我剛剛跟你講 它是無效對不對 你說這個有沒有可能是筆物 也有可能 但是呢 以考試的角度 我建議你一件事情 考試 像這種題目 盡可能的寫好寫的 盡可能寫好寫的 什麼叫好寫的 就是我們的111條 那個無效事由 比起筆物 它是好寫的 為什麼 因為物質公司姓名 公司姓名一旦錯了 就代表什麼 它可能不是處分相對人 或者是處分相對人 難以確定 有沒有 所以物質名稱 會使 處分相對人 難以確定 好 處分相對人 難以確定 而且咧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111條重大明顯的瑕疵 一定要寫它 什麼叫重大明顯 有沒有 還記得嗎 我上課有教過各位 食物有一個標準 很好用 就是需不需要實質審查 有沒有 所以物質名稱時 處分相對人 難以確定 且 也 無須 實質審查 即可看出瑕疵 有沒有 無須實質審查 即可看出瑕疵 因此咧 顯屬重大明顯之瑕疵 所以效力咧 不效 好 再來 還有咧 露味記載理由 ok 露味記載理由 那當然你要看它算不算是我們 行政程序法上面所說可以不用記理由的情況 有些情況可以不記理由 但顯然本題應該不是 也不是什麼大量做成同種類處分 不過有可能事實明了 不過這邊不需要特別花時間去開展 未記理由這件事情 你可以把它跟陳述意見放在一起 都是得補證 但是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那個補證 建議你把114條的那個時間 寫上來 數願錢 有沒有 數願決定之前要完成才可以 那處分的效力有效 再來第四個 第四個是什麼 寫錯時間沒更正 我寫到這裡來 教室錯誤未更正 教室錯誤未更正 這個就是什麼 不影響效力 不影響效力 所以它還是有效的 只不過 變一年嗎 有沒有 只不過它變一年 還記得嗎 應該記得 這個我們在上 期間的時候應該有提過 有沒有 你給人家寫錯你就更正 你不更正就是變一年 就是變一年 就是變一年 都寫完了對不對 對 好 那就沒有了 OK 所以本題的瑕疵個別詳細列出來 就搞定了 就搞定了 好 好 好 順便帶各位複習一下 好了 你看到那個條文的97條 行政程序法 98 98 98條 最下面那一項 有沒有 有沒有 處分機關 未告之究極期間 或告之錯誤 未更正 有沒有 好 那這個時候就是說 變一年 好 變一年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你就什麼 用這個條文去處理它就搞定了 就為了 一個人 還沒 所以 這件事請來 你不可 打禁止 我 我 按一樓 你 我